画面中的老人名叫中波球 是台湾台中市志工圈名气很大的魔术爷爷 尽管已年过九旬 他仍推着挤满了魔术道具的辅助车 去到医院孤儿院等场所义务表演 近日记者在台中市见到中波球时 他正在给一个老人团体进行魔术表演 春节临近 在变出一张极具节日气氛的福字后 中波球自小学来的拿手绝活 也让现场气氛变得更加欢快 年纪大的 妈妈 阿嬷 我在表演那个观众鸟鸟出来 他们示范看 小朋友来 这些我不表演的 我表演什么 表演那个奇奇怪怪的 那个好玩的 好像一下子一朵花出来 一下子一个鸟出来 鸟会飞回来 小白兔包出来 那个小朋友喜欢看 我看什么眼睛 中波球介绍 退休后在一次特别的机缘下 他开始成为志工中的一份子 从此老人便往返于医院 孤儿院等场所 为观众表演魔术 为他们带去快乐 中波球说 做志工一方面可以使自己动起来 另一方面还可以交到新朋友 所以过程中自己一直很开心 我就高兴 很重要 年纪大的人 不要有烦恼 一天到晚 黑黑哈哈 再高兴在一块 起码多会几天 我不干净几年 多会一天 我就高兴一天 我这么大年纪了 我早上起来 我就转到一天 日常生活里 除了魔术表演 中波球还热爱绘画 喜欢收藏打火机 家里还养着多只叫声清脆的小鸟 这样的多个爱好 也将老人的生活 装点得有声有色 中波球自小在广东长大 他的魔术表演 也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功底 老人至今记得 1987年台湾开放返乡探亲后 自己第一次回到故乡的热闹场景 如今 中波球已走过了多个大陆成分 在问及最喜欢哪个地方时 他不想思索地回答 广东 因为我在广东长大 人的故乡 他有感情在里面 眼前的老人 如此说道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与大陆成分的